美国坑塔基州的高科技温室 利用的是科技来控制照明温度肥料 而且还能够精准预测作物成长的时间 美国坑塔基州出现全美最大的温室 也是最高科技的一个 在坑塔基土生土长的创业家韦伯 企图以科技翻转农业 这个高科技温室 面积相当于60个足球场 光是番茄就种植超过70万株 高科技温室不使用农药 让水果自然熟成 运用AI科技辅助采收 这个名为Virgo的农业机器人 可以自动侦测不同作物 在成熟的最佳时间点采收 利用科技控制温室的灯光照明 温度以及肥料 精准预测作物成长的时间 同时也兼顾环保永续 太阳能不足的时候 温室屋顶的LED灯用来补光 而光盖用水全部来自于回收雨水 他们设置的雨水收集系统 换算等同75个奥运规格的游泳池 将用水量减少了90% 尽管有高科技辅助 这里仍然聘请了500位员工 温室每年生产4500万磅水果 未来计划 重视更多其他慢生作物 以及绿叶蔬菜 也希望更多企业加入 一起促进农业转型 App Harvest计划到2025年 将高科技温室扩增到12座 遇过未来10年内 美国的蔬菜农作将有5成来自温室 发展潜力无穷 TVBS新闻综合报道